曼曼姐 孟爷爷你好 有没有觉得我的工作还挺难做的 今天三个都没有签手 对 没有签成 好像没有过 以前从来没有过 三个女生都没有选择签手 你觉得这是什么原因 我觉得今天的女生可能太优秀了 就是都不适合 这三个女生你最有印象的是哪一个 其实我三个都有印象 就因为第一个她真的太可爱了 其实里面的男生全部都喜欢她 说哎呀好可爱啊笑的什么什么 然后一听到人家说三十二岁 然后她就就哦 果然是年纪啊 我就觉得对女生来说 有一点不公平这个 那第二个呢 那第二个就是她有个性了 她自己是太酷了 可能男生都比较喜欢温柔温柔的那一种 三个呢 可能我觉得是那个女生她有性格了 她自己有自己的想法太强了 然后她年纪又很小 在意自己的感觉比较重一点 我觉得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当她们说那个 就是女孩说会比较的时候 里面男生反应大吗 哎 她很大 啊我不喜欢她了 怎么可以拿我去比较啊 怎么我不喜欢了 都是这样的 她做手势 她的爱是一个是你 我觉得那个女生不是那个意思 其实人啊在自己内心里面总是会比较的 是的 是她有没有说出来 说出来 但那个女生她就年纪小嘛 然后她就觉得说出来就说出来啊 就我说我真实的感受啊 对 对 但是她们就觉得 就我不接受什么 其实她们自己其实也会比较的 对啊 每个人都会 对 只不过很多人大多数时候是放在心里的 对 但是有的人说出来就会觉得有点刺耳 对 同样的问题问了两位女生 如果你们是男孩 这三个女生当中你们会选哪一个 哇 我想一想 淳叶先来 如果我是男生啊 二号吧 那我要跟你抢哦 你也是 你看 就是如果我是男孩 她说的几个点都会让我觉得 能够感受到未来的相处会很轻松 对 但是男生跟女生是不一样的 对 就可能女生会选择一个 好像二号那个 更强的 更强的一个人 对 但男生好像不是这个 对 好的 谢谢收看今天的新消息大会 谢谢 谢谢